物知 但既已脱离六道轮回 其有愿力或溯源者 慈悲常怀 不忍众生 为度 故常投胎转世 修真学道 立下楷模 以起敌众生 如各 教教主 祖师等 无非先佛之根骨 所谓先佛不离众生 立结已 来 发愿下凡度众之先佛多矣 故在不生不灭境界中 先佛常灵凡间 得福 因此 轮回应做来回观 并非投胎转世方 称轮回 其实三千大世界 来回之道何止分为六种 故应言万道轮回 灵 性之沟通是无止境的 如一本散万书 万书归一本 众生应物之 扬身今日所观 才是真正的六道轮回 明王十殿转轮大概情形 已泄露于地狱游记书中 西世人好好 体悟 转轮头身虽然是地府所盼 时世世人自寻之路 如不趁早修身养性 一旦失去人生 则万劫难腹 奉送祭佛及阳 善身回圣贤堂 并祝祝书顺利完成 众生早日度尽 阳身感激明王 经验 点破千古之谜 世人有福了 再见 我已 上连台 请恩师回堂吧 祭佛十殿地狱至今 全部游完 这副重担轻松了一半 扬身野心 苦你了 八月十五日地狱游记 印尘教书 三曹神人鬼欢心之情 是比莫难 以形容的 愿天下众生 多印诵此书 将真理谱传 正法弘扬 也是老那的 心愿 十殿地狱一过 将是黎明曙光 愿众生能如物书中真理 除去窄霞自私心理 放开心胸 慈悲喜悦充满着大地 天堂的道 路就在眼前了 圣贤堂已到 扬身下连台 魂破头体 家 家 家 五十九 地狱游记 第五十九回 游得府平民屈赴林